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姓麦叫利明 我的卵巢癌已经复发了 从手术中醒过来 其实我是痛醒的 我是非常痛 我在想为什么没有止痛药的 然后我醒来之后 我一直拼命的挣扎的讲 一个字就是痛 我要让那个护士知道我真的是很痛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因为它切的东西太多 因为它除了切子宫卵巢 盲肠 还有我的腹部 我的腹部周围都是癌细胞 在化疗当中 其实副作用就一直开始 一开始化疗的时候就有忧郁症 所以你就会 你会常常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哭 无缘无故的就想要哭 那时候也没有人照顾我 因为我先生要做工 我孩子不输 所以家里没有人 所以我就常常自己 关在房间里面 因为你也很想吐 不想吃东西 你看到那些食物都已经觉得很饱了 如果勉强放进去也是会很想吐 所以就是可以不吃不喝 就是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清醒的时候 就觉得很伤心 就会想哭 我想过要结束生命是在今年三月 其实是在我做化疗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我很想跳楼死了 就算了我不要勾出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化疗太恐怖了 我又是要经历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个阶段 我想没有经历过的人 你也只是在门外看 你不会了解 癌症病人的痛苦 其实人都是有缺点的 我们也应该去接受旁边的人的缺点 然后放下自己的那个 很多其实不需要坚持的东西 一定的记录 无论